张艺兴想喊娘子,纠结半天,最后戳过下衣服 大家都知道张艺兴不习惯和女生相复了,还记得那时候看机票,张艺兴和女生牵手,整个人都顺乖了 看张艺兴的这几张照片,网友都在调侃她怪不得找不到女朋友 被女生牵住的那只左手,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她的手了,哈哈,这么羞涩的小绵羊真的第一次见到 而最近,张艺兴再次被网友抓拍到这样的一幕了 在某活动上,张艺兴和娘子坐在一起,现场的张艺兴可能是有话要和娘子说,想喊娘子 就叫个人而已,纠结了半天 有网友模拟出张艺兴当时的心路历程,用手拍一下吧 不行,不行,人家是女孩子,用拍子拍一下吧 这样好像不是很礼貌,算了,还是用手轻轻戳一下吧 而且注意,张艺兴除了喊娘子的时候比较小心翼翼之外 杨子转顾头和她说话的时候,张艺兴还用拍子挡住了脸,这点真的很细心了 毕竟你和人家说话,这么近直接把呼吸喷在人家脸上也挺尴尬的 张艺兴这样的体贴举动自然也是获得网友的一片赞叹 这样绅士又小心翼翼的张艺兴,真的是个小呆子,超可爱的 还被无情的网友调侃,你这样是找不到女朋友的 不过看过张艺兴很多综艺,发现他这个人真的是很绅士的呀 上一期快感,鬼鬼和学员们玩游戏的时候,因为男生们太能跑了,把鬼鬼累得够呛 这时候张艺兴就在一边教导学员们对方是女生,哈哈,这么绅士可爱的张艺兴,快把人迷晕了 而且看过当天的快本,真的就会知道,张艺兴能够红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张艺兴和学员们群舞的时候,可以说其中最有魅力的就是张艺兴了 而且他对面部表情控制得很好,即使在跳舞时候动作很大,但脸上的表情依旧好看 这张图对比后面两位学员,真的是颜值暴击了 不过圈内除了张艺兴这样和女生相处就呆萌,刘浩然也差不多了 和女生合影还被网友吐槽是钢铁直男士合影 你看他每次和粉丝合影,全都双手抱胸完全没接触 而且不止是女生,就连男生也是这个待遇,可以说是完全避免了误会了 不过看完这些照片,我发现刘浩然的粉丝颜值都好高啊 嗷嗷啊,人家追星的粉丝自己连值还这么高,真的羡慕 大家都知道张艺兴不习惯和女生相处了,还记得那时候看几条,张艺兴和女生牵手,整个人都顺乖了 看张艺兴的这几张照片,网友都在调侃他怪不得找不到女朋友 被女生牵住的那只左手,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他的手了 哈哈,这么羞涩的小绵羊真的第一次见到 而最近,张艺兴再次被网友抓拍到这样的一幕了 在某活动上,张艺兴和杨子坐在一起,现场的张艺兴可能是有话要和杨子说,想喊杨子 就叫个人而已,纠结了半天 有网友模拟出张艺兴当时的心路历程,用手拍一下吧 不行,人家是女孩子,用拍子拍一下吧 这样好像不是很礼貌,算了,还是用手轻轻戳一下吧 而且注意,张艺兴除了喊杨子的时候比较小心翼翼之外 杨子转过头和他说话的时候,张艺兴还用拍子挡住了脸 这点真的很细心了 毕竟你和人家说话,这么近直接把呼吸喷在人家脸上也挺尴尬的 张艺兴这样的体贴举动自然也是获得网友的一片赞叹 这要绅士又小心翼翼的张艺兴,真的是个小呆子,超可爱的 还被武警的网友调侃,你这样是找不到女朋友的 不过看过张艺兴很多综艺,发现他这个人真的是很绅士的呀 上一期快本,鬼鬼和学员们玩游戏的时候 因为男生们太能跑了,把鬼鬼累得够呛 这时候张艺兴就在一边教导学员们对方是女生 哈哈,这么绅士可爱的张艺兴,快把人迷晕了 而且看过当天的快本,真的就会知道,张艺兴能够红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张艺兴和学员们群舞的时候,可以说其中最有魅力的就是张艺兴了 而且他对面的表情控制得很好,即使在跳舞时候动作很大,但脸上的表情依旧好看 这张图对比后面两位学员,真的是颜值暴击了 不过圈内除了张艺兴这样一和女生相处就呆萌,刘浩然也差不多了 和女生合影还被网友吐槽是钢铁直男士合影 你看他每次和粉丝合影,全都双手抱胸完全没接触 而且不只是女生,就连男生也是这个待遇,可以说是完全避免了误会了 不过看完这些照片,我发现刘浩然的粉丝颜值都好高啊 嗷嗷啊,人家追星的粉丝自己颜值还这么高,真的羡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